蔡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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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蔡元村 法定遷出日正如不足三個月的時間 村民除了要面對政府 在政策上的刁難之外 其他的打擊行為 也已經陸續接種而來 媒體歸邊的狀況 還有幫政府 一些打手 我們選了農業遷志 就要重新建一條村 讓蔡元村出來 讓他建高鐵 但他沒有給臨時建屋牌 我們就建不了樓 或者今天再讓我們選 你想留在蔡元村 只要拿他的賠償 百分之百都告訴政府 全香港人 我們都是拿回舊的蔡元村 居然在我們那邊 開始做 是啊 非子少 收穫了 我每次導賞團都會說 簡德在村屋裡住 為了阿公阿婆 他們今年已經82歲 在這條村裡住了60年 如果要他們上樓的話 我阿婆就覺得 他自己是被困在一個雞籠裡面 在洪水橋福坑村 因為西部通道 就要迫遷了 他半年之後就死了 阿婆阿公是走到這條路 那裡最不甘心的地方 左邊就是石江軍營 右邊就是一些天證廢車場 兩邊都是沒有人住的地方 偏偏要選中蔡元村 人口最密集的一個社區 而政府還要口口聲聲說 這裡是影響人最少 沒想過需要抗爭一年有多的時間 政府還是抹黑我們 在623正改表決當日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成武 原定聯同立法會議員 劉皇發李永達 和蔡元村村民就搬村一試 在立法會會面 但是村民連夜趕去另一個地點遷就他 不過當局反而向傳媒指責 是村民失約 這件事令不少村民對主流傳媒很失望 夾府的ぎ道 政府在劃牌的態度上 在建復牌牌上 一直牽著我們 而離開的是10月15日 我們要清晨的日子 已經很近了 政府仍是上個星期 還給了一份通訊 告訴我們 10月15日 一定要簽出 如果我們不簽出的話 我們是會拿回你的特位平常的 所以我們得於今天是極之渴望 可以進行這個三方會議的 王八先生 李永達先生 他們都坐在我們這個會議室裏面 超過一個鐘頭 等共方的代表出現 但是共方的代表到現在都未出現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訴諸傳媒 並且在這裏感激他們 盛頓的萬分法會 是關門為止 我們是要重見家園 重見家園 難我失塞園村 萬一失塞園村 重見家園村 如果邱成武這樣做的話 根本就破壞了整個塞園村的班禎 我對邱成武是極之失望的 別人的村民80歲到1歲都有 高價就來這裡開會 四點鐘叫我開 她又不來 我打電話給她 通過電話 她也是堅持不來 我發疲就罵她 我說 邱成武你怎樣做大事 居民等了十兩小時 現在就抗議了 所有的副局長是做不到大事 所有政府這麼差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你們開會 都跟她爭論了六次 都不肯來的 那你怎樣做事 邱成武 雖然我覺得對她很失望 你的副局長這麼大牌 連開會地方都遷就她 我自己走不掉 我怎麼走不掉這裡 我要投票嘛 大佬 真是 這個邱副局長是頭癢 真是 有些媒體會選擇了 只是用政府的說法 又沒有另外去登回 村民那邊的說法出來 很單方面 譬如 《三日式》的電視台 都比較討厭那晚她的新聞 因為她說 其實我們兩點三點鐘 已經到了立法會那裡等 她的新聞就說 我們 挨慢才去到 就聲稱政府職員就沒有來跟她們開會 很多用字都是不正確的 然後她說 她說她們賠償了多少錢 然後她們拿了多少個復姦牌 其實我媽媽沒有回答她的 就是跟他說這些是我們自己的私隱 還有其實在門口一進屋都沒有進到 可能拍張照片就交差 然後那份稿他可能一早已經寫好了 就求他說一些大眾 會誤導大眾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些抹黑的行為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可能是政府搞事也好 就是可能是想分化我們的人 或者等支持我們的人會轉態 等愈來愈少人支持我們 就可以容易些去分化我們 其實我們為什麼 譬如人們說我們著重賠儀 其實不是 就是你沒理由拆我們的房子 要我們搬走 但是就給你一點點錢 你去買回另外一個地方來住也不夠 這個不可能 就是你想我們走最低的要求 就是屋換屋 就是你建一條村給我們住才行 打擊昨天是一個任務 你信不信 那就可以動 傳媒就是一個政治的 工具 你信不信嗎 你要打擊你的對手 你可以用你的權威 譬如政府的權威去講一些資訊 然後那些資訊是經過精心地安排 然後可以造成一種效果 那種效果是 他覺得是對政府有利的 然後他就找一個 有一個容易打擊的記者 打去問那些村民 有人這樣說你 你有什麼回應 這樣 然後無論你說什麼都好 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這些回應 就是有一個問題 不是說為什麼他要做這些事情 而是你要怎樣面對它 是根本現場收集個 那是你 攝影師傅伯齊劇拍了一輪 載源村屋個家庭的所有家erapeut 賞展最近正式開幕 他說希望透過上展提醒公眾 事情仍未完結 其實是否應該和他們拍一輯相 讓公眾明白和知道他們的居住環境是怎樣的 主導媒體的關心是清拆、安置、賠償 他們多於關心別的東西 所以他們關心的東西其實是一些政策性的東西 和很省見識的東西 說這些政策有多少人受惠 或者會不會成為日後的先例之類的問題 是他們的興趣 但是主導傳媒其實是不問價值的 所有重建清拆都仿佛好像合理那樣 究竟我們拆完之後 我們將來究竟想些人住在甚麼地方 我們經常都覺得賠給別人 好像別人拿了好處 在蔡元春的個案裡面 香港人都開始重新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不一定拿到錢 不一定搬上樓是叫做改變生活 我想這個是重要的東西 但這個是主導傳媒其實往往是沒有興趣的話題 我們要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朱凱迪是蔡元春關注組的成員 也是一名民間記者 一年前他決定籌辦蔡元春道上團 希望市民突破主流媒體的框框 除了監察之外就是透過生產資訊去對於主流傳媒那種的制衡 或者對政府行為的制衡是更加有力的 主流傳媒裡面都有很多生產資訊的前線的人 影響它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些報紙的記者是真心交的 即是你真是 你經濟版 地產版的那些人為何這麼真心交 或者覺得理所當募的一些東西 那就是因為他每天接觸的都是那些 無論是PR 老闆 政府 我們都要爭取跟他說 跟那些起碼是最前線的人說 其他事情是這樣的 出來的東西 他起碼會覺得 我好像真的欠他們